30歲後如果你單身 必須知道開啟下半輩子最重要的這五件事 第一點是 年輕的時候談戀愛可以很隨意 也許是他長相好看有才華有魅力 但30歲以後呢 我如果要喜歡你 必須是我要喜歡和你相處時候的我自己 真的不要太快進入一段感情 你慢慢來 慢慢認識對方 慢慢釋出機會 慢慢去感覺對方對你的喜歡的感覺 有沒有逐漸增加 你再慢慢投入 如果在這個慢慢的過程裡 對方放棄你了 那他就真的不是你的 我寫的書餘生是你晚點沒關係 裡頭有寫到說 有時候單身 然後無欲無求的人才是最幸福的 因為不必花力繼續取悅誰 不必承擔誰的情緒 生活的重心就是自己 所有的愛都留給了自己 所以你先好好生活 然後慢慢跟對的人相遇 當你照顧好自己 把獨自一個人的日子過明白了的時候 你才會漸漸明白 你適合跟怎樣的另一個人在一起 要慢慢等那個跟你關係平等 相處不累的人出現 你現在可能覺得單身很孤單 但如果你愛著一個讓你猜不透 等不著摸不清楚心思的人 那真的比單身還要孤單 第二點是 30歲之後要坦然接受朋友圈的汰換 朋友圈是以每5年為一個單位的汰換 你20歲的圈子跟25歲的圈子會完全不一樣 20歲也許是大學同學 25歲也許是職場上的同事 那30歲當然也會不同 因為身邊該結婚的人都結了 大家忙於家庭 不再像青春的時候那樣朝夕相處 我們甚至會因為工作的改變 而搬遷到不同的地方居住 舊的朋友圈的階段性任務已經結束了 年輕時候的友誼可能因為學校或是職場 而讓我們產生了交集 但交集不代表交心 這樣的友誼很難經過時間的歷練 通常當失去交集之後 沒有真正交心的那些友誼就斷裂了 學生時代的友誼很單純美好 但也不一定那麼深刻 因為我們都是因為學校或職場 才讓我們相聚 不是每一個被硬湊起來的朋友都是真朋友 多數的朋友在時間的洪流裡都被汰換了 所以30歲是新的朋友圈開始建立的好時機 不要只看到現在的孤單 你要從30歲開始去累積那些 陪你走完人生下半場的自由 接下來的50年 你想跟誰當好朋友呢? 因為30歲的人生觀、愛情觀、價值觀 都比20幾歲的時候更加穩定 30歲之後留下來的朋友 通常也比20幾歲的朋友來得更穩定 更能夠走到老 因為30歲這個階段的友誼 不再只是有交集 而是我們主動選擇跟誰相處在一起 主動選擇跟誰交心 在這個年紀 我們都曾經體會過 那些掏心掏肺之後的分離 體會過熱情壞來的冷落 理解有一些萍水相逢 不必認真看待 這個時候 你有了更好的過濾能力 先自去篩選誰要留在你的生命裡 而誰不行 這個時候呢 能留下來的都是觀念契合的夥伴 第三 30歲之後 你不再讓誰輕易進入你的生命 20幾歲會想要遇見一個 帶領你去探索世界的對象 但30歲 你要的是與你一起好好生活的對象 優異的外表 再也比不上談到的性格 比不上共創生活的能力 因為空有外表的對象 如果相處不來 你知道走不長久 你預判它會讓你很累 所以你就有了抵抗力 在這個年紀 談的戀愛是比較實際的 你的對象是否有足夠的財商 是否懂得透過延遲享受 來讓賺來的錢 繼續去幫你賺錢 它是不是有財富自由的規劃 如果一個對象 它就只是過一天算一天 你跟過一天算一天的對象在一起 那你就要承擔這段關係中 比較多的重量 因為如果結婚了 那家務就是由你來管 生活有你計劃 未來有你負責 財務狀況 你來管理 孩子的教育 由你規劃 因為遇到一個不懂規劃的伴侶 規劃的責任 和家庭的重擔 就都會落到你的身上 這樣的生活 是不是反而單身 好像還比較好 第四點呢 就是就算沒有遇見對的人 你也還有你自己 30歲的你經歷了社會的歷練 比20幾歲的你來的多了更多對生活的主控權 這個年紀與其他戀愛 同樣的時間成本 不如投資在培養你的事業 賺錢 尋找熱愛的生活 如果你能在30歲找到一項興趣 這項興趣絕對可以陪伴你一輩子啊 但你的伴侶可不一定會陪伴你一輩子 愛情是玩著你人生的一塊拼圖 沒錯 但它永遠不會是全部 如果把這塊愛情的小拼圖視為所有 那會錯過其他讓你生命更豐富的部分 如果你有一項專業 這項專業會陪伴你一輩子 在你最孤單的時候 陪伴你的往往是你喜歡的興趣 比如健身、羽球、電競、游泳、美妝或是閱讀等等 這些你的第二專潮或是愛好 比你的伴侶更可靠 你的錢、你的事業、你的生活圈跟朋友圈 這些就是你的底氣 讓你有足夠堅定的底氣 有本事慢慢等到那個對的人的出現 然而就算沒有出現 你也永遠還有你自己 最後一點 30歲的我們更要體認到 現在的每一天都是這一輩子裡最年輕的一天 如果你不去旅行、不去冒險、不去挑戰 不去體驗那些你未曾經過的生活 只是躺在床上 看著手機裡面別人的生活 看著社群的影片 做著這種等你80歲都還能做的事情 那你要青春做什麼 如果你現在已經過著80歲也能過的日子 那你的青春好像一點用處也沒有 每個年紀都有每個年紀的生命力 錯過了就沒有了 比如你在學生時期談的戀愛 跟你在30歲的時候談的戀愛感受完全不同 如果學生時期沒有談過 你30歲就不可能再回去談了 就算你重新去上學 你的心智狀態也不一樣了 這個心智狀態的成長是不可逆的 我們只能把握每一個年紀 去創造每一個當下 這就是我辭掉工作去當全職小說家的理由 因為我發現我28歲寫的東西 跟25歲是完全不一樣 我的創作是有年齡限制的 30歲的作品已經寫不出20歲的青色 我也不想錯過現在的30歲 我要去寫唯有這個30歲能夠寫出來的作品 能夠代表我30歲的作品 這就是為什麼這兩年我努力寫作的理由 這兩年我寫了四本小說 好好再見不復遇見 那女孩對我說 人間孤獨卻與你一見如故 還有餘生是你 晚點沒關係 今年這四本小說呢 同時霸佔了成品年度暢銷榜的第一名到第四名 對你沒有聽錯 第一名到第四名都是我的孩子 在這裡要感謝各位讀者的支持 因為你們才讓我在30歲的時候用力創作的作品 被更多人看見 看到最後的讀者我想要問一個問題 順便在留言區做一個統計 30歲單身的你覺得愛情跟事業對你而言現階段的你 哪一個比較重要 選項1愛情重要 那為什麼 選項2事業重要 那為什麼 把你的理由寫在留言區哦 希望你們也可以找到屬於30歲想要做的事情 有些時候 有一些事情 過了這個年紀就不會想要再做了 小時候你忍住沒有買的玩具 如果長大才擁有 卻沒有小時候那樣的開心 小時候想穿卻沒有穿過的衣服 過了那個年紀 你再穿也就不合時宜了 我們要體驗的是當下的快樂 而不是體驗著懊悔當年沒做的後悔感 單身就是你最好的自我爭執期 祝福你們找到自己熱愛的興趣 把世界上的所有美好都裝進自己心裡 在追尋世界美好的過程中 你會遇見另一個也在追尋世界美好的人 你們目標一致 日趨向投在一起 不是因為孤單而湊合 而是因為我們都讓彼此 看見了更多的美好 晚安 我是黃山亮 我們留言區見 謝謝大家